赞佛功德的用意 是替佛造身 帮助佛菩萨的借淫信众 用意在此地 因此赞佛要转严 要断装 这个赞佛机 这是我们总说 所有一切反辈 都是属于赞佛机 念的时候要自证强远 人家听了再听得懂 才能受感动 自己以真诚的心 出自于内心 真诚 才能感人 如果没有沉浸在里面 不能够感动人了 所以这个寄送 凡辈 也能看出这个人修行的功夫 那功夫身 真的是不一样 那么现在 这个佛门里面 你像这个早晚扩充 我们听到前面的 就会想在 细心去听了 一个字都听不出来 只能够说是 欣赏他的 这个运用 运调 他究竟唱什么 不知道 那么这种赞佛意义就失掉了 这个真理最好像是对佛菩萨了 而不是对大众的了 可是 佛门自古以来 凡辈是对大众不是 给佛菩萨寝承的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念经也是赞佛 所以赞佛这个含义 非常的广泛 譬如说 我们 这个上早课 念一遍 无量受尽 外面有人的时候 听到的时候 他真的能够字字句句听得清楚 那就得受用了 如果我们念得不整齐 咬字不清楚 外面人很想听 听不出你念是什么 这个效果就失掉了 所以是出身 所以是出身 宋经呢 这个念诵啊 出身是自立立他 不出身是自立 出身的时候一定是立他 这个他里面还包括了 天龙鬼神 所以我们恭恭敬敬 说明天龙鬼神 说明天龙鬼神 这叫真供养啊 那么注意一下 六族惠能大师 当年卖柴 听到一个句子 在房间里面念经干净 他在窗外听 听了就很受感动 这个听完之后 这个句子念完之后 能大师就向他请教 你念的是什么经 这经从哪里来的 怎么这么好 如果这个人念经 要字不清楚 含糊笼统 外面人就听不到了 你看他听念这部经干经呢 就度了慧能大师 这是他跟佛门的第一个缘 在坛经上记载的 你就晓得这个读松都重要